未來半年後電價感不去呢 今天黑暴的電價 新議院委員會就有決定 有豐舍說 經濟部提出要起價的版本 民主用電沒有要起 用電的台幅會起 應該是不會起超過十五趴 全對外界豐舍的方案 台東只強調說 黑暴就有結果 有專家是表示 政府要提供請黑暴提供給台東 不過還不會通過 他沒有真的感到電價 一度三點八個 如果起到四點三個 台東對當技術總結九百億 調整後更入用電路 也會比日本還要緊張 馬團說新的電價 會在路人電價結束 十月十六就開始 謝謝